那我先做個 summary 第一 ESG 我覺得大家當然可能要看法有些分歧 但是大家都覺得 ESG 本身的初心應該都是想為世界是好一些 希望是投資不是只為利是圖 就算污染到什麼或者煙仔股很好 不想他用正確的方法再鼓勵他再做一些傷害到我們的健康的事 我想我初心大家不會有反對的 但是可能是第一 有一些評判的 但是你說至於評判是否可以準確地反映那間公司 或者是否有些公司是好像只跟著的文章是溫輸的 其實是不認識那一科的 一定都會有的 就是每一個評分的機制 等於大學裡面的師生 可能是一個學術記錄 Journalist 裡面有沒有發表的文章 一定是有一個 你一有 rating 一有這些東西 就一定會有人跟著你來做的 這個也是沒有辦法的 但是我們肯定就是一件事 叫做MSCI 也是一間機構 去做一個 ESG 的 rating 好不好 我不知道 但是那個 當然又有一個問題 就是 Kho 剛才說 喂 很不 fair 就是 IT 的公司 一定是屈肌一些的 我天生出來 我是能源公司 我 ESG 一定是怎樣的 這個又是沒什麼辦法 因為天生我是李嘉誠我兒子 我當然容易成功一些 就是你的 business model 就是污染地球 它不可以作個 ESG 你又高分一些 因為就是這樣又很不 fair 所以我覺得是 之前雷總說過的 就是你說二、三十年前 都是有這樣的概念 但是那時候那個粒種子不可以開發結果 但是去到現在的 就是左膠的當道 就是大家對於一個 或者你看到每年的溫度 或者天氣都是有個極端的情況 我想多了人是同意說 做一些是令到更加 sustainable 的 business 可能真的對於我們的地球 就是有一個 positive 的成長 我覺得是我們的思維有一個進步在 就是我同意 那如果同時投資的公司 又可以保護環境 又可以賺到錢 我想是本身的初心是在的 但是你說至於是 那些公司 怎樣去處理 或者去 你能源公司就一定是沒有的 一定是不公平的 那又真的沒什麼辦法 就是它可能要投資多一些 一些 carbon capture 的 project 或者 new energy 啊 renewable 這樣 那當然你家公司 所以我是覺得 就是ESG這件事 我不說它完全沒有價值 就是就算你要國話 例如是能源公司 那我可能是 如果我的資金是容許我投資 在能源這個 sector的 就是首先 那你有些資金可能有 mandate 是說我不可以投資一個 就是好像剛才阿John所說 就是一些賭業又不行 一些煙仔又不行 酒又不行 那我可以說 但是如果我是可以投資在能源的 或者一些這些這樣的行業的 那我就選行業裡面 ESG最高分的監量 那就是我覺得是OK的 又或者是 我不是用它來做一個benchmark ESG 我只是會投資 那個ESG的分數達到某一個標準的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投資的power 就是一個parameter 那我始終我都是看這間公司的earnings 那個盈利的能力 就是這件事才是回歸投資原本的東西 但是現在有些ESG分數是只看ESG 就是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如果你是說這件事是作為一個投資 而你是可以只是純粹為一個purpose 而不是說一個回報的話 我就懷疑 我只是純粹在證明 這樣的投資法 是不是由一個所持續的一個trend 所以我覺得你 就是again 我剛才說我對ESG這個投資 我有些保留 我不是不贊成這個方向 就是我都覺得就是賺錢 當然我們需要賺錢 但是賺錢來說的話 如果at the same time 你是可以幫助我們環境 甚至乎equality方面 這些其實是能夠推動做得好一點 這個definitely definitely是應該要做的 不過呢 我為什麼要說有些保留呢 其實我覺得現在ESG投資 來說的話 有些地方仍然是有一個比較大的 一個shortcoming 不足之處 譬如剛才Eddie 就是show了這個MSCI 他這個ESG 他自己有一個scoring的system 那當然這個MSCI 是一間非常之reputable 全球來說的話 都是有一個很高的一個認受性的公司 但是其實at the same time 現在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公司 其實都有他們自己一套的ESG的scoring system 所以其實現在是沒有一個叫做 共識的一個這樣的 就是mechanism 或者方法去 rank 就是各家自掃自己的那個做法 少林又說自己的少林功夫厲害一點 武當又說武當的功夫厲害一點 然後這個恆山派又說自己怎麼厲害 就是各個都在那裏set自己這套東西是好東西來的 就是總之希望就是可以吸引到一些人 就是用他的那套方法這樣 這個此其一我覺得就是這樣 就是百花齊貨不是不好的 問題就是當你這麼凌亂的時候來講 其實你也都會容易造成了 就是有些公司就 已經找一些可能 可能相對容易的ESG的那個provider的話 就拿個分數 就是好像老實說 我不喝酒了 但是我也知道 在酒來講的話 都有幾個不同的人 是叫做比較大家 認爲他條理厲害一點的 這樣就說那個score比較可信一點 這樣就是一樣的情況 老實說 有些就這樣說我標榜 我哪個那個評分那裡高一點分的 就是諸如此類 OK 還有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沒有一個monitoring和監管的機構去做這件事 譬如說有間公司 老實說正如剛才K.O.所說的 現在來說很多時候都是 就是剔格仔而已 OK 那間公司如果去找一個很厲害的 就是寫這方面的legal firm 幫他作了一篇 哇很威死靚的 那間公司又有怎樣怎樣怎樣 就是天上有地下無的 搞到就是 就是起碼在那本bouchure上面 那本就撕到很多很多的ESG的 那樣子 那樣子可能拿到很高分的 OK 那就吸了很多錢的 老實說是 無論是在那個share placement也好 發責也好 那樣子但問題就是 是不是有人去警察 他真的做到這件事先 大哥 就是我過去都之前也有講過 就是其實呢 都有一些就是報道 就說國內有些公司 不一定是只是國內公司 只不過那個報道是說國內有些公司 就是發了些什麼green bonds 那就說 假設這些green bonds 就應該要在你那個 你借了的錢 可能有60%或者50% 要用在一些 就是改善環境污染啊 或者你改善你自己公司那個 就是排污的一些系統啊 上面的應該是 但是呢 就是那些reporter 探索之後呢 就發覺說原來呢 就是 就是可能是fractional都沒有啊 老實說是 不要說有多少% 就是說可能是 微乎其微的 基本上就是 就是 那怎樣呢 那你可以怎樣呢 老實說是 那你 就是你沒有人去警察 沒有人去檢查 沒有人去檢查 沒有人去檢查這件事 那你沒有意思的 這件事是 就是我想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挺大的 而近期來說的話呢 就是不要說 所以不只是說 國內公司 就是我不是特別 就是針對 而近期來說的話呢 甚至乎 Facebook呢 都在這方面來說的話呢 就 勒興了很多人 啊 因為如果大家有留意 Facebook 我不是說Facebook業績 OK啊 我是說Facebook近期來說的話 就 就是有這個 是的 Visselblower 就說他們 就是 在這個 什麼 Police的網絡 上面來說的話 那其實呢 Facebook的管理層呢 其實一早就知道自己呢 就是那個 就是千萬個漏洞 基本上是 那就是 說就說到 We look into it 又成這樣 那其實就完全是 就是話知你的 就是就是 賺錢至上 OK啊 講一套做一套 那所以 有很多人都 都在說這件事 甚至乎呢 譬如好像 Wall Street Journal呢 好像都有一些 Investigative Reporter呢 就設立了一些 就是一些 一個新的account 那就是 就是看一下呢 這些這樣的 譬如說 Instagram啊 這些會 推出一些什麼的 內容 那就發覺呢 原來 很短時間來講的話呢 就是很多這些 就是叫做 一定的內容 都會推出到 這個新的account 就是 你那個 你那個 algorithm 到底怎樣去選擇這些東西的話 其實就是 就是 就是喝它 怎樣去選擇 老實說是 那所以 也有很多人提出了 那到底 Facebook 到底其實它的管理 是不是真的 真是 up to一個 standard呢 OK 那因為 我想 現在來講的話 很多ESG的 Funds 就是標榜自己 怎麼樣 那其實 可能都拿不少Facebook 因為 Eddie都說 老實說 你現在買股票的話 多不容易 你做Fundmanager的話 你買了全部 是Faang的話 基本上 就已經是 就是 待待平安了 已經是 那所以其實有些人 就是盲目地買下去 就是有標榜自己的ESG 但是問題 是不是真的 really look into it 老實說 就是 我想這個是一個 我自己現在 我仍然是有保留的一些 因素 或者考慮 但是這件事情 是更 你怎麼說呢 其實是 真是很難去 really look into it 你說一些 例如普通P&L 就是Biancheap 你已經是 run了那麼多年 你很多東西都可以quantify 就是 可以從數字上去check 但是 你 例如說 其實這個書 就很靠 第一就是 第二就是 考慮 就是你設了很多 理論 很多考慮 去保障 例如是 diversity 例如是 一些 labor rights 這樣 但是你即使是 有好的 考慮 你有好的 考慮 但是 考慮 都是人去 就是好像 Facebook這個事件 他可能 可以寫到天荒 適合 也有都有很多 很美的 但是原來實際上 完全沒有去執行這些 你也 Nazi 其實是 保障不了 它的ESG的standard 我的結論是其實已經在進步了 之前之前有ESG之前就是講CSR 純粹可能在年報下 我有中過一棵樹 然後就已經是一個CSR 現在叫做MSCI 因為你又很煩 每個機構都會出自己的標準 你一知道行規 如果一跟了那個標準 那個就賺了錢 就等於為什麼我要在這個平台投資 我為什麼不另一個 每個都覺得是有值錢的地方 又不是跟寫一個 但我覺得已經是 問題當然我剛才也說過 就是這個不是質素的東西 但已經是我覺得進步過 之前只說CSR 到現在也有個確認識 他怎麼行 當然 把工具槍你可以是 打獵也可以 你可以殺人也可以 我又不覺得一個總管理員 就按鈕到只看ESG那個 Grade 你是很好我就盲目 看數字都不看 然後只投進去 當然都有人找 騙錢的 可能有人給錢給木迪 做一個很好的 Credit Rating report 我出了一個很好的 然後其實騙了錢 都一定有的 但我覺得 總結來說 已經是向著一個比較好的方向去做 至於中間 剛才雷總說有沒有警察在中間 或者這樣 這個當然可能都需要 就是看看會不會有些懲罰 現在暫時純粹是 好像Facebook 有個Restoglower出來 接著人們就扔他股票 因為覺得你說謊 是用一個市場方式去懲罰他 但是會不會有些事情是做假上 或者證監上可以再做多一點 我們適合以待 因為都要再看回我的發展之後 之後如何 是的 不過我同意 這些事情是向前進的 OK 不過其實我也想拿出 剛才Kao所說的 就是說 ESG始終來說的話 就不像一些 討論的標準 就是用了這麼多年的話 大家知道有些規矩 有些標準的東西 這個就正正是 ESG現在沒有辦法 有一套大家供應的標準的東西 即是警察來講的話 其實當然啦 老實講 你全球那麼多 誰都想爭去做這個 可以強制或者是警察的那個 因為其實等於你可以設定一個標準 那個會是非常賺錢的一個姿勢 就是每個人都是上去爭的 但是就算沒有這個警察的話 如果你有辦法 譬如說 可能有一些比較清晰一些的 ESG的標準的 的機構來講的話 大家知道就是說 如果這間公司做到這件事 或者做不到這件事的話 就可能在這個 這個scoring會扣一些分 或者怎麼樣的話 那大家就叫做 有些東西可以follow到 那當然 剛才Kill提到的 另外一個就是disclosure 那當然disclosure 就更加 就是要看一下就是 那些公司是不是真的可以很坦白 或者是很transparent 我們相信他 我們只可以相信他會這樣做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起碼能夠有一個這樣的standard 大家知道就是說 那這間公司做了這件事 或者沒有做這件事的話 那怎麼樣影響過ESG score的話 都叫做可以跟進去的 就是現在問題是 現在就是沒有辦法去跟進這件事 就是簡單的 簡單到就是說 譬如好像中海政府說 對房地產公司有三條紅線 которое很清晰地 知道西原紅線是什麼 怎樣會做到 那你起碼可以跟進去的 那就是如果ESG能夠有這套的話 那其實就當然 我相信是在發展 就是在向那個方向 不過就是 我們還是從那個地步到那一點 我自己這麼說 其實MSCI那個員在做了 他也是有一套比較客觀一點的指標去做 還有之前如果調低了那間公司的ESG的評價 都對於他的股價是有一個影響在 再看看再給一些時間 就是一些公司去發酵 因為這個也是很大的主題 我想要一點時間 最後剩下6分鐘 我想說 6分鐘嗎? Tesla 好啊 因為不是不夠時間說 都準備了一些東西 那就是Tesla的股價升了上來 就是之前也說了 其中一間就是Herst這間公司都算很厲害 那在2000年的時候 sorry 2020年的時候 就是去年的時候 都仍是under一個 chapter 11 那大家都知道 因為租車公司是其中一個 就是受COVID最大影響的一個嚴慕之一 那我主要去都是你知道 在機場裡面有個卡卡給你租車 然後就可以開一部車去travel 那你 都沒有travelers 那你何來租車 那那時候 那時候曾經真的都要賣回那些車去 就是套一些影響 希望一些 一些overhead都可以叫做找到一些錢 那所以曾經是進去深切治療部 那曾經是進去這個 chapter 11 那幾個月前呢 就由ICU那裡推出來 就變成一個普通病房 他都升了不少 那你見到這三個月呢 就是陰陽燭那個就是HIRST的圖 藍色線那個就是TESLA的圖 那所以他的升幅呢 比TESLA還厲害 那升了83% 那現在還在吹著pink shit的pnk 那還在OTC裡面去做 那都是一個比較指標性的公司 那之前進去 chapter 11 那為什麼升了那麼多呢 那原來就是 其實他已經是擺脫了這個bankruptcy 那就是 還有應該是有些白武士 有些對沖 有些VC等等的程度 令到他的business 就是再fine tune回 就是之前可能經營不善 可能是管理層做得一般 那現在都有一些新的資金 可以再去做一些新的業務 那當然啦 就是最誇張就是 我見到這個新聞 那時候我也覺得很誇張 就是居然HIRST 是想買10萬部TESLA的車 去給他在HIRST裡面 就是去造車 那我覺得都幾誇張 因為 就是之前都還說 現在你可以拿到這麼多錢 去買10萬部TESLA 就是 錢更可樂 有投資者的嘛 支持啊 那所以整宗交易是說 要給4.2個billion 去買10萬部的Model 3 未來14個月 那我同一個問題都在想著 啊 K.O剛才也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有沒有錢的 你剛剛才從深切治疗部出來 那我就看一看他的Balance sheet 那他的Balance sheet 如果看回第二季的財報呢 都不差 有1.82個billion 不過利益都不少 那我還是正數NAV的 應該都是有些 因為之前我沒有記錯的話 都做了一些批股的動作等等 所以都強化自己的Balance sheet 那但是 那現在Cash in 兜兜都得過1.82個billion 那我剛才也說了 單Dale是說了4.2個billion which is more than double 你現在Cash level 那雖然 Tesla都是 就是可以收Bitcoin 那但是 我不相信你有這麼多個Bitcoin 才能支付得到 那你也要買的 那所以就是 怎樣去一個Payment的arrangement 這個都要拭目以待 會不會是再批股或者等等 那所以升了下去 小心點 可能之後跟著 高位跟著是雜資 那你又卡住了 那小心點 那Tesla 就是升了很多 那大家都知道 就是 美國其實現在有6間公司 就是一個Trillion Club 的一個公司 那剛剛就是達標的就是Tesla 前面就是Amazon Alphabet 美國不是 就是除了一塞 也有Aramco 那這間 這間當然有少許做數 它自己在 在自己沙特那個市場裏面做 那但是當然也是一個市值大的公司 其中一間就是 就是唯一一間 就是 油股裡面能源公司最大的企業 這個都 一定值一個Trillion 但是是不是兩個Trillion 我就 Valuation就不知道了 那所以還有Microsoft Apple等等 那所以 Tesla 這個市值已經是超過了Facebook 那 剛剛之前也說過 就是 拜過了所有車廠 加起來 第一次有 一個Trillion的一個 就是車廠公司去做 那 那 之前我的環節也有說過 那 雷總那時候說 說 哎 看看歐洲那個Tesla 那個賣車的數字 這個就應該是8月9月那個時間 所以 8月的比較新些 那我覺得上次雷總說 那時候就說 喂 要留意這部車 雷諾的Sowie 他看到這個數呢 在2020年裡面來講 是做得不錯的 就是 香港我想不是太熟悉Sowie這部車 但是 上年呢 是真的賣得最多的 在歐洲的車款 那時候Tesla 即雷總就說 喂 是不是就是Tesla 對於就是 那個需求還這麼大啊 你看歐洲都是Tesla 買得一般的 那時候 我那時候就馬上跟雷總說 喂 不是啊 在我身邊的朋友 還是挺在等著Tesla Model 3 它有一個效果就是 它出產的量 其實還是比較低 還有 到時候如果德國的車廠 都是開了 真的有歐洲自己的車廠的話 它可能是稅 加上那個售價呢 可能比起其他車款 是會比較 compatible 所以到時候 它 歐洲那個銷售呢 有機會拿回 不要低估著Tesla 那所以 看回今年來講 它遠超過福士ID3 遠超過Sowie 遠超過福士ID4 那所以 看到就是Tesla Model 3 是遠超了 贏了其他不同的車款 所以 不要低估 就是 那個威力 我覺得 還是很多人在等著Tesla 那個需求很大 那跟著就是 當然啦 Tesla你就小心點 因為 你記得 就是一注成名 就是 一股成名 的這個 就是 Michael Berry 我那時候都分享回到我們的群組裡 我說 那個 那時候Michael Berry 很高調說 我在驚訝Tesla 那跟著 Tesla又不斷地創新高 我心想 你這次都很難 就是 這次都升得很厲害 你有沒有輸錢 那我去報道就說 欸 其實很小的位置 我閉嘴了 就是 都幾多投資者 不同對沖基金 曾經想沽空Tesla 那我說 喂 就算你說 那個優惠很不合理 你當作是幾年前 你還是當Tesla是妖股 那 我declare我還有Tesla 但我不是因為這樣 我就覺得看好Tesla 我都不是說叫大家買 但是 我說不要震驅Tesla 因為股票很瘋 就是你的消息 還有 我覺得Elon Musk 是有一點點在裡面 擋著一些消息 他偏向可能想Tesla 升的時候 就可能把好色的消息出來 他有這樣的傾向 那我說你真的要 小心點 有時候他加在Trader裡面 然後股票升了 如果你做蛋 你會夾得很辛苦 那所以我說 就算你看看Tesla 不要沽空 不是因為我持有 那所以我覺得 喂 小心點 而且現在又是升了很多 那所以你看到那個 Pull Call Ratio 那份母就是Call 那所以去到0.5 明顯地看到那個Call 是多了很多 因為一升上去就是 那些人又變成Call Tesla 所以真的要小心點 那其實超時了這一節 那但是再說一點點 那條數就是 之前雷總有說過 喂 超Tesla做數的 Credit Sales 那裏那個 那個 regulatory credit 是令到你 是由負數變正數 你都不是賣車賣出來 你是賣這些這樣的Credit 這些不是你正常業務 是可以賺到錢的東西 你靠這樣東西 去令到自己的盤數 英俊一些 不行不行 我覺得不合理 不是你正常的業務 但是你看到它的reliance 其實是在減少 它真的在出車的數目 其實是在增加 那所以就是 Herst買的車 10萬架是等於 他接下來這一年 那個年產目標 他現在在說1萬 就是100萬部 那所以 Herst在買的10萬 就是10% 這個數字也是相當誇張 厲害 那是 就是 我坦白說 就是那時候雷總都很fair 就是他說 Elon Musk 就是當然是一個 就是很成功的businessman 但是有時候他大口一點 那有時候 雷總見到一些消息 想踩一踩 就是 make fun of make jokes of Elon Musk 就是不出奇 但是 我見到他的業務 譬如你 賣車的數字 也是做得越來越好 跟著就 譬如自動駕駛那些能力 暫時那時候我們都很擔心 全港的車廠會不會是 就是影響到他的位置 那 OK 就是我覺得 還未去到 真是會完全威脅得到 他的地步 譬如一些新的 新的一些 就是開湯企業 又會不會影響得到 暫時又是 就是站了一些 炒股票啊 可能 放到一個spect 然後就這樣 賺一下equity的value 就算 而不是真的認認真真 好像Elon Musk租過一個 接合的一個家 幾百尺就在工廠裏面 繼續工作 我見不到這些人 很認真 很努力去做一個eV 那所以 似乎Tesla 如果真的去一個自動駕駛 去到 就是Level 3 都是做得很好的話呢 那我覺得去一個領先優勢 真的越來越大 還有你那個 就是儲了一個database 再幫你去做一個big data 其實是真的會弱勁 那所以 那不是叫大家買 就是我都要declare 我自己有 但是我覺得他似乎 operation上或者做那個business 真的似乎是越做越好 那升可能真的有個原因在 那但是你說那個valuation 不是那麼高 這個另一回事 我judge不到 但是operation上 等等性是做得好很多 那我雷總有沒有幾句comment 蛤 你現在不是已經over了嗎 已經是做comment 我一comment的話 就停不了了 我講了兩句 我講了兩句 不是 我會give credit to Elon Musk OK 就是他 就是你看他的operations 來講的話 就是其實真的是deliver到的 OK 還有呢 他還可以加價 如果你看回來說 其實今年他已經加了幾次價 還有全線加價 那也似乎沒有影響到他的 demand 那這個你真的要給他的 不過剛才呢 我覺得有一句 有一道呢 我覺得你的description 我會有些少不同意 就是說呢 你說到就是 他是越來越少依賴賣那個 就是emission credit 我不敢說他是越來越少依賴 還是其實是其他人 越來越少需要向他買 其實我會覺得可能是扔轉 其實是 不是他 不是說他大把不需要賣 而是其實那個 demand 其實可能都是在下跌 這個 那當然 就算這個跌了的話 其實他現在那個 就是top line growth 其實都不影響不大的 那這個 所以我也都真的給他 這個 那我超了事了 那就是 始終也想說完 因為下個星期又過了 那麼今個星期差不多了 那麼下個星期 我們會做live show 那麼 準時進來 chat room 支持一下我們 那麼多謝 OK 好 拜拜 好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